发生碰撞的是一辆电动车和一辆黑色轿车 民警赶到现场时 三轮车车主站在一旁 一名女子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三轮车车主姓谢 接谋说受伤的是她的妻子 两人开车正常行驶 被汽车撞到 随后民警调取了现场的监控视频 监控画面显示 谢某驾驶三轮车载着妻子 经过路口闯了红灯 轿车来不及避让 这才发生了碰撞 民警判定电瓶车主谢某应付主要责任 将伤者送到医院之后 民警在对其进行信息登记时 却发现谢某有些不对劲 只是说是她老婆 然后呢只知道名字 其他信息一概都讲不出来 然后也提供不了结婚证啊 身份或户口本 那种信息 没有身份证 户口本 结婚证 谢某只告诉民警 女子的名字叫黄国珍 通过核查 就查不到这个女的身份信息 谢某自称和受伤女子是夫妻关系 可是呢又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据 仅仅是告诉了民警女子的名字 更奇怪的是啊 民警在查询后居然发现查无此人 那证明女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她和谢某又是什么关系呢 那个男的呢就是在对于他那个女的身份信息上面 有点那个感觉有点有所隐瞒 然后我们感觉就可能不太不太对境 女的甚至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不能不太能回答 他准确表达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思想吧 然后我们 就是名字 然后丰富的名字 在警方的再三询问下 谢某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黄国珍和他并不是真正的夫妻 前路呀 走着 他就给他 从我看来就给他 这个啥子呀 就是那样的事 就是我家母 家母的我说给他家里我说 十年前谢某在安徽老家遇到黄国珍 那个时候黄国珍很落魄 智力似乎也有些问题 谢某觉得他可怜就收留了他 不过黄国珍究竟是哪里人 他也不清楚 后来两人又来到张家港打工 民警判断 黄国珍很可能是一名走失人员 不过想找到他的家庭住址 难度不小 然后因为全国我们一开始查 八千多个人 八千多个人很多 然后我们说缩小范围吧 从那个市场安徽跟贵州 查下来一百多个人 比来比去没有相似的人员 警方随即调整查询方向 最终筛选出和黄国珍同名 年龄相仿的八百多人 又经过五天的一一比对 终于发现 四川一名十年前走失的女子照片 和眼前的黄国珍十分相似 几经辗转 民警找到了该走失人员子女的电话 我加了她女儿的微信 把她母亲的照片发过去给她看了 然后她一看一眼就认出 她是这五母亲 几经周折黄国珍的身份 终于被确认 她的子女得知消息后 立刻从上海赶到了张家港 和母亲相认 那么当初黄国珍究竟怎么会走失 这十年她和家人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病床上的黄国珍见到姐弟俩 只是瞪大了眼睛 仔细地端详着 打量了许久 黄国珍似乎刚缓过神来 她说不出话 只是伸出手 紧紧地拽着女儿的手 母女二人瞬间红了眼眶 杨女士说 她们一家四口很早就到上海打工生活 母亲黄国珍平时精神上有些问题 十年前的一天 母亲下班之后突然失踪 全家人疯了似的 找遍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就是像救助站啊 还有一些就是路边啊 因为我妈她没有身份证 我们没有想过她会走得太远 十年间 家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 只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直到前不久 张家港警方通知他们时 一家人还有些不敢相信 当时不太相信吧 因为也早了那么久了 我们报警已经也有好多年了 没想到因为一场车祸 十年后家人能够再次重逢 杨女士的父亲还在上海 等着妻子回家 中秋节快到了 一家人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吃上一顿团圆饭 我打算等她好一点呢 能够出院呢 就接她回去 谢谢 谢谢 谢谢